我害怕你们 这是伊文斯收到的最后一条来自三体世界的消息 他不知道的是他的主已经放弃他了 他更不知道的是他的主已经对他起了杀心 三体人的质子到达地球以后 对人类文明进行了全面的扫描 他们发现人类不仅科技落后的像一条虫子 生物学结构也是漏洞百出 尤其是人类的大脑竟然不能产生思维电波 只能用极其低效的声波来交流 人类这种低能的生物能发展出文明真是奇迹 但是三体人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种交流方式的缺陷 让人类个体可以选择性表达自己的想法 甚至故意表达虚假的想法来迷惑对方 于是人类就拥有了一种三体人不敢想象的能力 隐瞒和欺骗 三体人的内心第一次生出了对人类深深的恐惧 但是三体人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迟了 虽然隔着四光年的距离 但是坦诚已经成为他们的本能 他们就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一样 早已把自己知道的该说的和不该说的 都通通告诉了他们的人类朋友伊文斯 包括宇宙中最重要的那条法则 黑暗森林法则 而更让三体人没有想到的是 人类这种内心阴暗的文明 竟然对宇宙的终极法则一无所知 人类不会使用黑暗森林法则 这本来是一个值得整个三体世界庆祝的好消息 但是由于本性中的天真和坦诚 他们亲手把自己的命门交到了伊文斯的手上 交到了一个可以隐藏思维的危险的人类的手上 回过神的三体人顿绝后背发凉冷汗凌鲤 在那次交流结束以后 三体人决定毁灭伊文斯 在伊文斯透露伊文斯所在邮轮的行踪时 在军方策划骨争计划时 在审判日号经过死亡之情时 三体人都在冷漠地看着自己最忠实的信徒走向死亡 无动于衷 而在这期间 伊文斯还在煞费苦心地执行着主交给他的暗杀逻辑的任务 随着审判日号邮轮被切成了四十多个薄片 伊文斯的身体也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三段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伊文斯还拖着少半截身体爬醒了一米多 几图去删除他的主的资料 血腥的骨争计划实施成功 将领派遭到重创 人类获取了三体世界的所有资料 人类确定了三体文明对太阳系的入侵已经开始 知道了幽灵一样的质子的存在 人类文明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这一年是公元纪年的最后一年 2007年 这一年是危机纪元元年